顺志第十四岁大婚 二十四岁离开人世 但却足足生了十四个孩子 这样高的生产效率 他是怎么做到的 有没有可能孩子 有些不是亲生的呢 顺志一生痴迷懂恶飞 二十四岁就追随他儿子 人人都赞颂顺志的痴情 却很少有人知道 他一边痴情懂恶飞 另一边半点没耽误生孩子 顺志的长子叫做牛牛 他在历史上留下的记载 非常有意思 情史稿记载 牛牛氏族第一子早足 他出生在顺志八年 这一年顺志第十三岁 刚刚打婚 母亲巴氏只是个宫女 巴氏在宫廷的斗争中落败 最后带着儿子被赶出了宫门 这种皇家丑事 肯定是不能往外说的 大兴为了颜免 直接对外宣布牛牛早要 值得一提的是 牛牛在顺志八年十一月份出生 但是顺志于他的第一位皇后 孟古卿 却在这一年八月份成亲 没一两年 巴氏就带着儿子被逼出宫门 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难不让人猜测 孟古卿是吴克善之女 孝庄太后的侄女 这个亲事原本是多儿滚给他指婚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 顺志于孟古卿的感情并不好 古代有很多垂帘听征的太后 一般等到皇帝成婚 太后就到了该还政的时候了 这对于很多皇帝来说 都是激动人心的大好事 但是顺志却不开心 顺志八年一月份 吴克善千里迢迢将女儿送到京城 其实吴克善非常担心女儿 孟古卿自小在草原长大 性子骄纵跋扈 要是惹皇上生气了 难免要吃苦头 但是转眼一想 孟古卿的姑母是太后 皇上是她亲表哥 自己也是堂堂的亲王 皇上应该不会太为难她吧 几个月后 顺志与孟古卿打婚 顺志得以亲政 原本以为这对年轻夫妇 应该是相敬如宾 但是现实远没有那么美好 帝后成婚仅仅两年的时间 顺志就下旨 废了孟古卿的皇后之位 原因是孟古卿善度 后宫中妃子众多 谁受宠就收拾谁 还跟皇帝吵架 天天不得安生 孟古卿在当皇后的这两年 没有生下过孩子 那么长子妞妞 能被赶出宫门 打情还要千方百计的遮挡 背后的原因 已经不用多说 虽然皇后没有生孩子 但是挡不住顺志 其他的妃子座 在顺志地开始 那妃到去世之前 光是有名分的妃子 就有三十七 没有名分的 还有一二百号人 在这些众多的妃子中 最开始受宠的人 就是宫女八室 八室原本是服侍顺志的 一个宫女 因为两人从小就在一起玩耍 情斗初开 互相爱慕 并不是什么稀奇事 顺志大婚以后 八室也顺理成章 成了一位树妃 根据历史记载 在顺志地刚刚掌握十全的 那段时间里 他翻八室的牌子 次数比董厄妃还要高 这样的受宠程度 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 于是八室就在短短四年间 足足生了三个孩子 不过这并不代表 顺志就宠爱八室了 他分八室的孩子 更多的原因 是对孝庄跟多尔滚的抵抗 因为他十分厌恶孝庄 逼迫自己娶了孟古清 所以用故意宠幸八室的方法 来羞辱孟古清 顺志一生四位皇后 十四个子女 然而前两位皇后 却连一子伴女都没有生下 孟古清被废的第二年 孝庄又连夜从家族中 挑选了一名女子进宫 这名女子是孟古清的堂侄女 比顺志小了几岁 她就是历史上的孝慧张皇后 比孟古清的运气要好很多 但是在成为顺志的皇后以后 日子也没好过到哪里去 对于顺志来说 孝慧跟孟古清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太后塞给她的联姻产物 不过好在孝慧比孟古清聪明 她不惹事 也不管顺志宠爱谁 只在自己的宫里 老老实实地当自己的皇后 从十四岁到二十一岁 从当上皇后到首寡 仅仅用了七年的时间 不过可惜的是 孝慧嫁给顺志也没能生下孩子 从她进宫开始 顺志就已经有了四个儿女 十四岁的孝慧就成了这些皇子皇女的嫡母了 这几位皇子都是树飞所生的 其中还算受宠的同家事就生出了三阿哥 也就是后来的康熙帝 可以说 孝慧的前半生的皇后生涯 都是在迎接顺志的子女出生中度过的 甚至她一度以为自己的人生都将这么度过 至少在董厄妃出现之前 顺志虽然不喜欢她 但是禁不住她憨厚老实 对她也算是尊重 她生病时顺志还曾亲自去探望 然而这一切宁静都会从董厄妃的到来而改变 顺志十三年 董厄妃因为选秀入宫 并且刚进宫就被封为了贤妃 就连当初备受恩宠的八室都只是个妾 她却一进宫就是妃的身份 更重要的是 当时董厄妃被封为西宫大福晋 一个月后又升为皇贵妃 虽然在名称上她还是妃子 但是当时行册封礼时顺志大赦天下 连董厄妃的家人也升官加决 这样的恩典在大清整个历史上 都是绝无仅有的 董厄妃不仅是普通的妃子 她是平期的身份在宫中立足的 顺志一见到她就觉得寻觅到了知己 此后她就开始疯狂地痴迷董厄妃 此年董厄妃就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 黄四子 虽说顺志的确爱她爱得如痴如狂 但是并不妨碍她翻别的嫔妃的牌子 九月份董厄妃刚刚被立为皇贵妃 十月份顺志的黄六女出生 十一月份黄五子出生 这个时候董厄妃还没出月子 又赶上孝庄太后生病 董厄妃就拖着刚生完的身体 衣不解带地服侍太后 一直到太后痊愈 更有意思的是 太后生病期间皇后都没去探望过 这让孝庄很不满 想把皇后给废掉 董厄妃曾常跪不起 请皇上不要废后 二十天后 董厄妃的儿子薄氏 仅仅活了一百零四天 截二连三地折腾 让董厄妃身心备受打击 让她一度重病不起 顺志的十四个孩子都是她的吗 董厄妃红颜薄命 当她撒手人寰的时候 顺志的心也跟着她一起走了 在这之后 顺志弟就开始缠绵病床 大夫换了一批又一批 就是不见好 小庄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生病也是一部分 恐怕她的心病也不少 于是 小庄非常有眼力地连下几道意志 主动追封董厄妃为皇后 虽然她并不喜欢董厄妃 但是人都已经不在了 只要能让顺志好起来 她不在乎这家小事 不过这仿佛并没有让顺志解开心结 在正式记载中 顺志于1661年得天花逝世 就在董厄妃逝世一年以后 在这中间的六年时间里 顺志一直没有停止过生孩子 也就是说 我们理解的独宠 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宠 皇帝并不需要为谁守身如玉 那时候的女性 在旧思想的教育下 也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甚至在董厄妃宠冠后宫的时间内 还一直不停地劝说顺志要与陆军战 又温柔又大度 当然了 也可以说她足够聪明 总之毫无疑问 这些品性都成为顺志宠爱她的原因之一 更重要的是 她作为皇帝有自己的责任跟义务 她宠爱谁 立谁为皇后 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 甚至就连她不喜欢的人也不得不去翻牌子 在她大婚到驾崩短短十年间 竟然足足生下了十四个孩子 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 这些孩子有可能不是她亲生的吗 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言而喻 皇帝的后宫中外男是不能随便进去的 哪怕是妃子的亲兄弟见面 都有严格的规定 所以顺志被戴绿帽子的可能性太小了 几乎为零 顺志一生中有八子六女 但可惜的是 大部分孩子都夭折了 其中六个女儿里 只有二女和硕公雀公主平安长大 八个儿子中 撇开长子牛牛 是否早要先不说 除了康熙之外 只有次子福泉 五子常宁 还有七子龙喜长大成人了 康熙被立为储君 纯粹是运气好 当时清朝四处流行天花 就连顺志弟自己也因为感染天花去世 当时董厄飞的儿子出生时 直接被顺志当作储君看待 可惜这个孩子没有这个命 于是顺志在自己时日无多的时候 开始纠结立谁当储君 当时倒是有几个皇子 但是除了福泉跟康熙 剩下的几个孩子还尚在强保中 福泉是庶飞董厄氏所生 为人勇猛忠义 曾经率军履历其功 是个难得的将才 的确是个很适合的储君人选 但是不久后 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尽见 最终储君人选就这么拍板了 三皇子玄夜得过天花 将来不会因为天花丧命 这危险程度大大降低 就立他为储君吧 其实顺志生了十四个孩子 不足为奇 他后宫中有三十多个妃子 十年的时间生十四个不算多 康熙足足生了五十多个孩子呢 纵观顺志的一生 能感觉到他的压抑 在太后跟摄政王的掌权下 他的日子也非常不好过 连立自己喜欢的人为皇后 都没有资格 那么你觉得他十年生十四个孩子 夸张吗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